四季豆买回家,千万不要直接下锅炒,那就是大错 今天分享一个脆嫩爽口,特别好吃的家常做法 首先,树上摘的四季豆切成一米长斜段 水开加一勺盐和食用油,倒入四季豆 这才是蔬菜翠绿不发黑的关键 焯水两分钟,捞出备用,准备一灯黄瓜切片 有些人喜欢默默地看视频,但他会双击给个红心鼓励一下 这样的人最善良了,一定能幸福发大财 油热放蒜片,小米辣,干辣椒,炒出香味 再下入四季豆,调味加盐鸡精,生抽,蚝油 大火翻炒一分钟,入味即可 这样炒的四季豆,清脆爽口,好吃又下饭